就在我偷搞1.1角色推荐视频当晚 评论区就有好兄弟提醒我 轻易加强了 这下更牛逼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风 一直关注绝区0 1.1情报的家人们 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轻易在上线前突然加强了 核心被动 异伤倍率从最高60%加强到了80% 第三段普攻的每段失衡倍率 从16.5%直接加强到了29% 好家伙近乎翻倍啊 强化普攻新增40%的免伤效果 同时二化的异伤倍率加成 提升比例也获得了加强 现在变成了135% 为了均衡 轻易的闪逼反击失衡倍率 下降了接近80个百分比 但这丝毫不影响 轻易整体加强后的强势表现 那么这些加强意味着什么 轻易是否成为了 更加值得抽取的角色呢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轻易的异伤倍率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用 大家都知道 作为击破尾 最重要的职责 就是在最快时间内 把BOSS打出失衡 然后切出主C打出最高伤害 而击破尾角色的核心被动 大多也都是增加招式的失衡值的 羽如狼哥和社长 失衡值的提升 有助于更快速的 把BOSS打出失衡 增加输出效率 这个大家应该都明白 那么失衡后 增加的伤害具体是多少呢 这个伤害倍率 就是我们所说的异伤倍率 如果倍率是150% 那么在失衡状态下 攻击敌人造成的伤害 就会多50% 这样大家应该明白了 轻易作为击破 击破效率高得夸张不说 还给了更重要的团队增益 异伤倍率加成 最高80%的异伤倍率 可以让BOSS失衡后 轻轻松松突破200% 如果带上专武 穿队装备 可以直逼230% 如果是二化 则会更加恐怖 那么目前我也是双C60级 深渊17层 只有最后两层 数字差一点没有耳到S了 应该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来看一下我最新打的一段录像 带的是40级安比 安比也是一直陪我打到了 深渊最后一层啊 在最终BOSS失衡后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BOSS下方 异伤倍率是150% 也就是猪烟的爆发 在失衡持续时间内 能够多造成50%的伤害 当然其他BUFF也得算进去啊 这里只说失衡增益 最后也是数值差了点 差了十几秒 没能拿到S 那么大家想一下 如果这里的数字是230%呢 或者不说230% 光200%也好 是不是打起来就会更加轻松呢 这是清一最起码能达到的异伤倍率 输出直接暴涨50% 不用想 一定能很轻松的拿到S 50%到80% 甚至更多的伤害提升空间 以及更快速的把BOSS打出失衡状态 这两点有多少含金量 大家应该都能领会啊 这就是清一的第一个增强点 异伤倍率叠满增加80% 高出的20% 而之前的自己比 也有10%左右的提升 可以说是相当恐怖了 第三段普攻 造成的失衡倍率近乎翻倍 也是一个打架强 大家都知道 清一的三段普攻 就是那个可以不停持续的杂地AOE 同时也是轻易积攒充能条的最快手段 虽然倍率看着低 但是攻击频率极高 是一波不错的加强 与之对应的闪避反击造成的失衡倍率削弱 算是均衡了一下 不然三段接闪避反击 接醉花月云转 就太过超模了 BOSS可能没摸几下就竟失衡了 最后来讲一下二化的加强 二化在原本清一80%以上倍率的基础上 再增加135% 降下来就是90.8% 这就是属于提高伤害上限的影化 而同样是五星击破的狼哥和射掌的影化 就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提升啊 所以清一作为第一期限定击破的优势是巨大的 更没提二化还附带了失衡值提升 等于一个影化加了两个BUFF 一个击破位还附带了拐的作用 配合妮可住院 以太队将引来黄金时刻 具体专务和影化会带给清一多大提升 我们等实际上限后在角色攻略里评价 那么抛给大家一个问题 一个击破效率比肩常驻五星的击破位 同时抽了能让自己的C位 在BOSS失衡时多达50% 甚至多达真正一倍伤害 这样的角色你是否愿意去抽呢 欢迎大家讨论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天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